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男孩小张和女孩小瑶这对小情侣正吵得不可开交 男孩执意要和女孩分手 当时的言语也比较激烈 警察看到这种情况就把两人带到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里小瑶却说出了一件让民警都吃惊的事 小瑶主动交代 自己曾经在小张的受益指导下 从别人的车上抢走手提包 小瑶说自己专门等在车流量比较大的路口 趁机车在挡红灯的时候从车窗或者车门抢走市主的手包 因为当时车流比较多 这女的又猝不及防 这样就没法追到这个女孩 小瑶用这样的方法一共作案两次 共抢得七千多元钱 如此蹊跷的倒案经过 让民警也颇觉意外 小张小瑶这对小情侣都只有17岁 父母都在本地上班 本应享受校园生活的两个人 为什么会去街上抢钱呢 这里面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的记者分别采访了当时在看守所羁押的小瑶和小张 虽然现在 两人之间有了许多纠葛 但是回到当初 他们可以说是一见中行 两人在网吧里认识 因为玩网络游戏 而对彼此产生了好感 当天晚上两人就同居了 三天之后 他们甚至分别约见了双方父母 玩 现在没事的 他答应过我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要再离开我 我就这个要求 永远的男皇 永远不分手 两个尚未成年的少年 私定终身 而且还得到了各自家长的知识 但没有想到的是 看上去如此认真的感情 没过多长时间 就发生了变化 而他们的所谓感情的变化 也是和网络密切相关 因为这些事两人经常争吵 小张提出了分手 却遭到了小瑶的坚决反对 人家带着我吧 他又不想 除非你要么你死 要么你离开我 他为什么那么喜欢你 我才知道 我还想呢 我这么对他 怎么还 还缠绕我 你觉得他身上有什么 值得你这么做呢 我也不知道 可不就是我爱他 我不想失去他 你们两个是有承诺的 说 承诺还 我对你 哪个女的哥们说 小张说 自己14岁就开始交女朋友 到现在交过多少女朋友 自己都数不清了 他对小瑶 也只是抱着玩玩的态度 而小瑶 却把两人说过的话 当做了一生的承诺 小张对着小瑶的执着 也无可奈何 这时 他想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 小瑶哥你不想跟我在一块吗 想跟我在一块就给我钱 你有钱就别人在一块 你不缺钱话对吧 不缺 你就是故意的 你没想到他还这样 小张当时提出 要想两人继续在一起 小瑶就必须每天给他 50块钱的生活费 为了能留住小张 小瑶竟真的每天白天 到街边乞讨 他等在路口 只要看见好一点的轿车 等红灯时 就过去要钱 幸运的时候 小瑶一天能要到 一两百块钱 但是当天两人上网和吃饭 就会把这些钱全部花光 不仅如此 在乞讨的时候 小瑶还会顺手抢走车主的包 但即使是小瑶这样 死心塌地的满足小张 所有荒唐的要求 两个人的关系 也并没有任何改善 不懂如何 不懂如何 我都想把他留在我身边 那我听你的意思是 哪怕去犯罪也 也无所谓吗 我都不知道 恭喜吧 他为了你 这什么事都他都愿意去做 你不觉得有点感动吗 他痛得不死这样 我孩子从小到大就没怎么哭 让他逼哭了好几回 在两个人的无数次争吵之后 小张还是要离开小瑶 于是他有了本片开头的那一幕 小瑶请他帮我 劝他不要离开我 他为什么要离开你 你对得这么好 因为他说我长得难看 给他丢人 一边是说不出理由的 无怨无悔的爱 一边呢 却是急于摆脱的无奈 在成人的世界里 这些看起来都很荒唐 这两个只有17岁的少男少女 似乎并不理解爱情 但是却在爱的名义下 违法犯罪了 尤其是小瑶 她的行为好像更难让人理解 她的家庭如何 她的成长背景又是怎样的呢 由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 不公开审理 在通州区人民法院 审理小瑶和小张 涉嫌抢夺罪一案休庭期间 我们的记者 见到了刚刚听完庭审的小瑶的父亲 小瑶的老家在广东 父母在她十岁的时候 带着她来到北京打工 转学到北京以后 她一直特别抗拒校园生活 因为工作太忙 小瑶的父母没有什么精力管教孩子 于是小瑶小学还没毕业 就再也不愿走进学校 辍学在家帮父母的忙 后来她迷上了网络游戏 小瑶在网络游戏里 找到了她在现实生活中 很少能拥有的情感 她经常在网吧里 玩几天几夜的网络游戏 也不回家 她不知道我干什么 但她知道我不回家 知道你不回家 问过你吗 没有问过 问过后我就跟她说 我跟我跑在一起 别人就放心 跟她说她也管不了 你看她如果要走 她说我们家里那租的房子 都没有厕所 又跟公共厕所去 她说我去上厕所 一跑就没来 小瑶和小张 在网吧里认识之后没多久 两人就租了一间地下室同居了 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 小瑶说父母并不给她钱 他们也不问你 怎么在外面生活 没有 我就说这里有办法 那她不回家过夜 你不找她吗 去哪里找 这个把劲那么大 没办法找 尽管从父母那儿拿不到钱 但小瑶说 租房的钱 是她的一个哥哥给她出的 因为我跟我哥要求 我这个哥都给我 哥挺疼我的 你跟你这哥是怎么认识的 也是跟我爸爸认识的 你每次管家要多少钱他都给你 对 他问你干嘛吗 不问 他知道我们家是做生意的 那要你还吗 不还 他有什么附带的条件没有 跟你先 你说去年有 今天没有 什么叫去年有 今天没有 去年就一块玩 天天玩 玩什么呀 就跟他上堂 那您知道就是 他之前可能还跟别的一些人 发生过性关系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他没有告诉你 没有 我给你讲 跟父母没有说实话 跟别人他说实话 真的 他怕我们 我们又 又 又抓他 又骂他 本该是花季少年 本该享受父母的歌护 小张和小瑶 既有超越同龄人的成熟 而有的时候 又让人感觉他们是那么的无知 针对小张和小瑶的问题 我们采访了心理学家雷鸣 为了得到这份感情 为了不失去这份感情 他不惜失去所有的其他的东西 包括尊严 包括去违法犯罪 包括违法犯罪之后 还向警察寻求帮助 然后甚至不惜毁掉对方 也不能失去对方 因为他跟警察说的 是他让我去拉开车门 抢人家东西的 所以说他对对一份感情是偏执的 这种偏执状态 看得很清晰 但是这种偏执 我们说 他来源这个途径 同样很清晰 我们看到小瑶身上 存在着非常明显的角色匮乏 作为老师的学生 他是不成功的 作为同班同学的伙伴 他是不成功的 作为父亲和母亲的女儿 他是不成功的 到最后 小瑶身上只有一个角色 曾经成功过 就是他扮演小张的女朋友的时候 起码曾经成功过 那么有限了一段时间 那么好 如果只有小张的女朋友 这一个角色 对小瑶来说 体会过那种角色满足感 那么这一个角色 就是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我总体有一个角色成立 我这个人才成立吧 所以他紧紧的抓住这根救命稻草 小张你必须要让我当你的女朋友 记者从通州区人民法院了解到 小张和小瑶因祸抢夺罪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六个月和一年 每个犯罪的孩子都有一段失落的青春 都是一个不该发生的悲剧 林立是北京某著名高校 新闻系大三的学生 睡在他上铺的是他同班同学杨帆 他们平时互相帮助 偶尔也说说心事 但是在一天凌晨 两个人却反目成仇 大打出手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竟然动了刀 2009年11月7号的深夜 无法入睡的林立 在电脑前看电影 消磨时间 我在看电影 他觉得我看电影吵得知道了 林立口中的他 就是同班同学杨帆 他玩电脑同时 就是不经常知道噪音 杨帆被林立吵得无法入睡 他想叫林立把电脑的声音调小一些 可是林立却始终无动于衷 我说能不能安静一点 然后他回头看了我一眼 什么话也没说 然后头扭过去之后 继续玩电脑了 于是两个人因为这件小事吵了起来 没想到最后竟然大打出手 当时本来心里有气 然后随口就骂了一些 我玩电脑 我玩电脑关心什么事 他出手又打我 然后把我头按在桌子上 因为他当时骂我 我也挺气愤的 然后我说你骂谁呢 他当时 他说我骂你呢 我说你再说一句 然后一走就过来了 两个男孩都说是对方先动的手 其实如果事情到此为止 并多使同学之间动起手来 一人让一步就可以稀释宁人 可是随后事情的发展 却大大出乎了大家的意料 恨人之中不知道他从哪里拿出一把刀呢 随时要我拿着做这么大 然后往他胳膊 他用手 用胳膊 我觉得累住了脖子 然后累得特别紧 然后我就用打擦擦他的胳膊 但是怎么样 怎么擦到 怎么画到他的脸都不知道 超脑的这个三刀 杨帆说 他没想到林立会拿出刀来 这个时候 事情的发展 已经不在他的控制之内了 当时刚扎过去 他那个血流得特别特别快 顺着这里 顺着耳朵 从脖上流汗的时候 在手指就跟滴水似的 就像滴水似的 就跟流水似的 就一根线线下来 这时 其他同学被两个人的打斗声吵醒了 纷纷过来劝架 并且试图把他们两个人分开 可这个时候 已经被愤怒冲昏头脑的林立 又一次朝杨帆扑了过去 然后他又追上来 就是追上来 最后因为同学拉的 他就没了那个 他就一直就没使刀了 他又用水 把我狮子给咬到一块肉 大拇指整个的一块肉给撕了 就大拇指这块整个给撕了 这有三个刀 然后那个 就又搅了我几口 那一刻 杨帆感受到 从未有过的恐惧 那个时候我特别怕死 特别特别怕死 因为我觉得 我们脑袋就 头一就已经有点开始冰了 然后我觉得 还是生存的本能吧 然后就 就是使劲全力给他推开了 谁也没有想到 两个年轻人 就因为这样一件小事 大打出手 甚至还动了刀子 好在当时啊 有同学在旁边 及时控制住了事态 杨帆随后被同学送到了医院救治 当时杨帆和学校方面并没有报警 而是希望协商解决 杨帆被送到医院后 性命虽然无忧 可是等待他的却是另一个噩耗 这个结果也让林立吓了一跳 心灵断的可能会叫做那段病态 就是萎缩 萎缩特别严重 就是每天用电 用电维持 用药物 用电刺激维持 但是用 就是可能是 做完手术 一方面是你需 另外一方面 就是各种药物 综合起来嘛 我原先 我原先留着长发 而且 我觉得留长发挺好 但是我现在头发留不起来 脱发拖得特别厉害 由于伤到了神经 杨帆的面部开始萎缩 他不得不通过电击的方式 来进行治疗 眼睛只有一个眼睛能长 不能笑 不能抬额头 眉毛下垂 鼻子 鼻孔塌陷 鼻子开始塌陷 每天就是不停地用药 不停地用药 不停地用药 不停地 每天花大量的时间 用电去刺激 事实上 杨帆的家 在安徽的一个偏远农村里 经济的拮据 让他也不得不 放弃一些药物治疗 这段时间 我们家 之前见不到了 现在就放弃了 其中一种药 医生说 你要是放弃那种药的话 尤其是额头那块 你连仅有的 可能好的希望都没有了 因为嫌疑人家庭比较困难 所以他自己上学 还都是靠住学贷款 还有家里借钱 这些方式去的 所以他根本没有能力 赔偿被害人 据我所知 这个钱数是 学校替他颠付的 电数的数额是24000 前些人自己是 应该是一分钱都没有拿出来 因为被害人 他的伤情比较严重 现在所花的费用 很少就是远远的超过了 两万四千 这只是最初的一个 治疗的费用 后来 杨帆通过学校的老师 找到林丽 与他商量赔偿的问题 他一谈到这个事情 就特别那个 特别那什么 态度特别特别蛮横 他进了那个屋子之后 就是头望得特别特别高 感觉他是受害者 我是 我是那个刑用者一样 关于赔钱的问题 林丽一直希望 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 他不想给父母添负担 而且每次谈到父母 他总是避而又避 我觉得还是不谈我们 不谈我们家 不谈我们村 不谈我们父母 不谈我们弟弟妹妹 就说这件事 他生活在一个贵州 一个非常贫困的农村 家里呢 一共是四个孩子 他是老大 他底下还有三个弟弟妹妹 然后父母都是那种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弟弟的这个农民 然后都没有知识文化 他自己打电话 告诉他的父母 但是他可能只是 非常轻描淡写的 说了这么一件事 也没有说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还有怎么弥补 怎么赔偿 他父母可能也不太懂法律 我在训问他的过程中 他跟我说 他每年就是像这个家里 要学费和生活费的时候 都非常难张开口 由于两个人的家庭经济条件都不好 赔偿的问题一直谈不拢 他们要二十了 当时我一听就懵了 我说 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一辈子我也挣不了二十万了 之前已经给了两万多 快两万多了嘛 最多再给五万 我那同学他说了 他就说 我这一张脸 我这一张脸 能够就只三五万吗 就顶上起来 他说 他说 你觉得你的脸 你觉得你的脸值钱 那你觉得我的命值多少钱 就这种很极端 很麻烦的语言 全都出来了 可能说话 一气就重了 然后他们也重了 他们父子就说 回去再三秒 然后回去就直接就报警了 但后来他父母主动给我打过电话 就是询问这个案子的进程 当时我在电话里呢 就是劝他父母说 看看能不能多筹一些钱 然后把这个赔偿工作做下去 但是当时他母亲也是跟我说 说这个家里人呢 挺好面子 这个事情一直就是 只是他父母两个人知道 没有跟村里的这个 亲戚朋友说过 所以根本不可能向别人筹钱 看守所里的林立显得格外平静 仿佛周围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我们试图去了解这个沉默的男孩 他的内心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 他怎么会从一个大学生 变成了一个阶下囚呢 三年前 也就是2007年 林立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了北京某名牌大学 这让林立感到非常自豪 如果你初生家里面 其实是一个农村男孩子 然后能够上 考这么高的分数 这么好跑到北京首都来 然后可能会感觉到那种荣耀 然而开学没多久 林立就发现 大学生活根本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美好 我上了大学之后好像突然换了一个台阶 有一点人与跳龙门之轮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林立所当人应该成为特别优秀的 林立所当人应该成就一份大事业 但是突然发现自己不是的 自己做不到 就是心理楼上特别大 除了心理上的落差 平时不善言谈的林立 在和同学的相处过程中也是摩擦不断 我自己感觉他们比我生活要积极一些 我要孝敏一些 其实杨帆和林立也曾是互帮互助的好兄弟 有的时候他们袜子脏了 然后我看不过 然后我也起起 或者给他打扫的时候 把所有的人的桌子都擦一擦 我还挺照顾他 我戴他也像其他同学一样 我们之间的衣服 他穿得比较大 然后他穿得不穿得不穿不穿不穿 他会给我 然后我自己买的一桌大了会给他 然而时间长了 杨帆觉得林立这个人喜怒无常 很难相处 他就自己喜欢自己 守在他那个一亩三分地上 自己愿意沉淀 他喜欢沉淀去看电影 就说不愿意出去 不愿意出去 就喜欢自己在在宿舍 然后喜怒无常 比方说突然一下就不知道什么事情 你跟他有什么事情 跟这样说的呢 沟通的呢 感觉你就根本就毫无心理征兆了 他就同人家发火了 然后就骂起来了 随时就要跟你打架 渐渐的同学们都不爱大力林立了 甚至是同宿舍的同学 也慢慢疏远他 因为大伙可能觉得他 大伙都觉得他不太靠谱 人性格不好 然后就不愿意跟他交朋友 很多道理我都明白 但是明白道理不代表你能够做得到 不代表你能够体会得到 很多东西都是我在这里面来才体会到的 我觉得我这半年的时间 在这里面待半年的时间 比我在外面学了两年多 大学学了两年多了 所以知道的东西更多 像你所说的都是独生子女 可能在家里都是父母的宝贝 然后都是那种唯我独尊 有什么事情都是他们自己 由着他们自己的性子来做 然后到了学校这样一个大集体 大家庭不会与人相处 不知道如何宽容地对待别人 换一个角度去理解别人 长期的压抑使得林立的思想越来越极端 终于所有的烦恼和愤怒 都在那个夜晚被他释放出来 只是他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我肯定有愧疚 因为当初如果我拿到这本书 或者是觉得这么咋 也不会这么严重 也不会给他造成终身的残疾 我不会再原谅他 我不会原谅 永远不原谅 因为他让我 因为他已经让我涉及失望了 两个大男孩本来都是令人羡慕的大学生 可是这次意外却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就是故意伤害造成人身损害的 只要达到轻伤程度的 就是构成故意伤害罪了 应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管制或者拘役 像被嫌疑人这样 它是造成被害人是面部神经组织损坏 经法医鉴定是构成了重伤 那么根据法律规定 是要被判处三年到十年的有期徒刑 我真的我在想 我说如果不发生那点事 让你绵绵绵郁闷地待着 绵绵绵绵长长地把大学生命谈 可能在最后一天找不到工作 或者说我因为别的什么事奇迹 我可能会跳了去杀 有时候我就会想 也许这是上年给我开启了一扇 真正的通向希望的方面 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我的人轨迹往前变了 我原本的梦想是做一个初心题座 但是现在这个理想不可能是这样的 这起大学生宿舍里的惨案 让人看了非常痛心 非常遗憾 其实通过这个案子 我们也想跟全天下的父母说 即便您的孩子考上了大学 即便您的孩子找到了好的工作 但是他们的内心 也许依然是脆弱或者空虚的 他们依然渴望与父母更多的沟通 渴望更多的爱和温暖 下面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张淼 在家人和朋友的眼里 张淼无疑是年轻有为 这四个字的最好诠释 他二十多岁 名下有一家公司收入颇丰 平时开着好车 出手也很阔绰 但是就在2010年9月 张淼经历了他终生难忘的一天 这原本应该很普通的一天 却必将成为张淼一生的转折点 这天张淼应一个朋友之约 到一家餐厅吃饭 当他开着他的麦腾车来到餐厅时 他并不知道 在他身后有人已经盯上了他 请完一个人 请完一个人 别别别别 咱别着急下棋 出来了 知道吗 知道吗 知道 知道 随即张淼被带回了警察局 张淼的母亲和女友 在民警的通知下 也来到了警察局 他们怎么也不能相信 年轻有为的张淼 为什么会被刑事拘留 到达警察局后 民警依法对张淼随身携带的 所有物品进行搜查 在搜查中发现 张淼随身带着的 不仅有好几个国际一线品牌的 手包和钱包 更有价值超过万元的名牌手表 翡翠戒指 而在他的钱包里 装满了各种银行卡和大量的现金 录音笔和便携计算器 正是表明了张淼的商人身份 可是 所有这些并不是办案民警关注的焦点 很快 他们发现了真正需要的东西 这张写满了各种数字的纸 而在这张张淼随身带在身上的纸上 记录的正是他被带进警察局的重要原因 这张纸上究竟有怎样的玄机 张淼这个年轻人 又究竟做了什么违法犯罪的事 您先别着急 因为这整件事情还得从2007年说起 张淼开着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 主营业务是为房屋抵押贷款提供咨询服务 收取中介费 这天有个人拨通了他们公司的电话 哥们 说那个你们公司能做底下贷款 是 他说我不是这 我问了 我不是跟银行借 银行借太慢 我等不了 我这两天就用 打来电话的是小王 他告诉张淼 自己在做工程 资金一时周转不开 而银行贷款又往往手续复杂 审批时间较长 在看到他们公司招牌的时候 就萌生了向张淼公司借钱的想法 虽然和小王素媚平生 张淼还是同意了借给他钱 而小王也把自己的一辆车抵押在张淼处 所以一开始按他说 当时可能就借了十万 但是也就马上就还了 也是大概是借十万还了 十一万或者十二万 也不是很高 刷了挺有信用的 到时就还了 反正他跟我 他觉得我这人也还成 后来我们俩就是 出去吃过银的饭 就成跟朋友似的了 对 一来二去的 两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 因为借款的事情成了朋友 在2009年 小王又一次找到了张淼 他说我这有一个工程 说我垫三十万 垫三十万呢 我就是大概几个月之后 回两百万左右 还你多高利息我都能承受 这一次张淼接给了小王二十万 和上次一样 小王把一辆商务车抵押给了张淼 可是利息却和上次不一样了 我说你这么着 就拿二十万 二十万一个月还三十万嘛 要还三十万 这么算 他说这么着 你也甭多少多少钱了 我肯定能还你 不还你每天计算多少 我说百分之多少多少 刚才说百分之 我说那按三十万就算应该是百分之四吧 百分之二 所以甭改成就百分之三吧 两个人约定 如果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小王就要按每天百分之三的利率 还钱给张淼 之所以张淼感受小王这么高的利息 是因为细心的张淼 在两人的交往中发现了很多蛛丝马迹 他平时的就是一些做法 感觉他真是就是真是拿这个二十万 能挣四四五百万的 你看他 你看平时他开车 从来马路中间就一停 也不锁 笔记本电脑什么都在车上 完之后呢 一交罚款 交期不迁 可是这一次小王还款就没有上一次那么痛快 货了他有好几个一个多月吧 一个多月 还了我一八万 那时我就发毛了 也找不着他人了 我打电话他也老是 我现在开会呢 开会呢 他说我挂了 他问你什么 我就觉得好像是不是上单受骗了呀 在张淼的一再推出下 小王在四个月后总共还上了二十三万元 最后还差七万元没有还给张淼 尽管已经回了本 可是张淼却认为 这七万元小王必须还上 我觉得这个公共司司司 因为我当时是我本意是不建议的 是你 必须让我建议的 我事先跟你说了这个利益的情况 你认可了事 你既然认可 就是你肯定你前四后一 应该想到这个后果 不仅这七万要还 而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 对张淼来说 七万也是远远不够的 他要求小王按每天百分之三 向他支付欠款的利息 而那张张淼每天随身携带的纸上 记下的就是小王欠他的钱 在这张纸上清楚地写着 从2009年10月份开始 小王要还给张淼的钱 本金是五十七万元 每天利率是百分之三 二十天之后利率就涨到了百分之三 最后甚至高达百分之八 百分之十 接着到2010年1月1日 小王要还给张淼 三百三十一万余元 可是仍然欠上五百多万元 这个时候 每天仅利息就有九万元 早已远远超过了 小王当初的欠款 国家现行的法定贷款利率 在每年百分之五左右 而张淼对小王定下的利率是 每天百分之三 折合下来 年利率竟然超过百分之一千 更不用说张淼采用的 还是利滚利的方式 国家法定利率 不超过法定利率的四倍 这个就是还可以接受的 超过这个范围 那是这就是高利贷 尤其是利滚利 所谓利滚利 就是利息加上本金 一块滚起来算 这是不允许的 在一年的时间里 小王对张淼的欠款 从七万元猛涨到了近千万元 这看起来好像是天方夜谭 但是更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小王呢 竟然还还了张淼三百三十一万元 两个人本来是朋友 张淼采取了什么样的手段 让小王还他的钱 而原本连七万元都拿不出来的小王 是怎么还上这三百多万的呢 小王真没吓我 私主中都是我一个人 他也没见过第二个人 在接受西城区检察院的检察官提讯时 张淼始终坚称 自己没有使用过任何暴力威胁 脅迫小王 这些钱都是小王自愿还的 但实际上 张淼抓住了小王的一个致命弱点 我说你要是说咱们不还 那肯定是不是 要不就咱就走法院 要不就肯定说了说了 要不就上你们家 上你们家说说 你不就是你得让你知道你没能力还 告诉你父母你接高利贷这个事 或者到你单位去说这个事 就会对他产生一定的威胁的影响 但是这个被害人呢 对他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威胁就非常大 实际上小王的家庭条件不错 可同时家教很严 小王在外欠了别人的钱 最害怕的就是让自己父母知道 而这一点被张淼充分的加以利用 比如说说我知道你们家住哪了 我也知道你家里头你父亲的车号是多少 我也知道你父亲的居住地也好 这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威胁 因为被害人最怕的就是这个 张淼不仅常常威胁小王 要把他欠款的事情告诉他父母 更虚构了一个自己的叔叔来恐吓小王 他说我认为就是一些黑社会 就这样张淼单枪匹马 不费一兵一卒不用一刀一剑 仅凭他的嘴上功夫 就牢牢地抓住了小王的短处 逼迫小王还他一个天文数字的欠款 而且屡事不爽 尽管没有使用任何暴力手段 西城检察院的办案检察官认为 张淼的这种行为对小王来说是一种软暴力 比如说这个人天天跟着你到你家 能不能叫一种威胁 能不能叫一种要挟 在某种情况下他可以狗 但他必须得有法定的条件 天天生活在张淼的威胁阴影之中 小王的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但是这样的压力并没有促使小王去拿起法律的武器 而且为了不让张淼把借款的事情告诉自己的父母 小王甚至从来没有在张淼面前表现出还款很吃力 他分几次还给了张淼331万 最多的一次一下子还了200万 高利贷对这种事物的危害性和后果考虑的过于单纯 认为说我把墙还给你 你不要再骚扰往家了 我就达到目的了 实际上你等于是一个 把这个犯罪给喂出来这么一个过程 但实际上小王的存款早已经山穷水尽 为了还款 他不仅把自己的一辆奥迪A8和一辆别克商务用车 抵押给张淼 更以低价抛售了自己家里位于西城区的一套200平米的公寓 甚至他又以家里的另一套房子为抵押 去另一家公司贷了款来偿还张淼的欠款 而这次的贷款利率也是高达每月9% 但是对小王来说 这已经比张淼的利率也低很多了 一开始犯一个错误 以后呢陆陆续续不断地用大错误去 弥补原来那个小错误 最后这错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变成一个泡沫了 总有点要报了 可是对于小王费力筹钱还款的事情 张淼却称自己毫不知情 他每回都是跟我说夸大自己的条件 我说我拿二十万能挣几百万 反正我都在这上取得贪心 虽然张淼并不清楚小王还给自己的钱是怎么来的 但是每次收小王的欠款时他却是毫不犹豫的 张淼看到不管怎样小王都能还上这么多钱 就更是狮子大张嘴 这张他随臣携带的纸也记录了他越来越贪婪的过程 从嫌疑人一方来说呢 他是应该是有一个计算 然后这个到底是欠他多少利息 但是从被害人这一方来说 他可能也最后完全不知道他自己到底欠了多少钱了 到最后的时候 这个嫌疑人管他要五百五十万的时候 他可能觉得实在是太多了 这样他也可能承受不了 最终小王决定变卖家中的另一套房产 试图堵上这个无底洞 家里人发现了小王的异常 一再追问下 小王终于对家人说出了实情 一家人才去报了案 近日西城区检察院对张淼以敲诈勒索罪批准逮捕 因为涉案数额特别巨大 张淼可能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小王抵押给张淼的两辆汽车已经追回 而张淼的331万元非法所得正在追缴中 事情暂时告一段落 可是不论是对于张淼还是对于小王 教训都是惨痛的 虽然损失能够追回一部分 但直到现在小王的精神状态还是很不好 当初他咬牙偿还张淼331万元的高利贷 主要原因竟然是害怕张淼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家人 这实在让人有些难以理解 对于这个姓王的小伙子 他的既有行为模式应该说 实际上是一个非理性的 完全不合逻辑的 但是行为模式是不需要合逻辑的 我只要这么做习惯了 哪怕这种习惯让我觉得很痛苦 只要他继承一段时间以后 他就会作为一个行为模式保存下来 然后加以指导以后的所有的行动 你只要给他一个理由就行了 你只要启动他的行为模式 给他一个理由就行了 比如说这个理由甚至荒唐到 就是我告诉你爸爸 就是这么简单 而对于张淼来说 尽管变成自己没有采用任何暴力手段 去威胁小王还钱 但是他确实抓住了小王心理上的弱点 并且达到了自己非法占有的目的 就按张淼自己说的话 我都不知道他到底顾及我什么 我只是随随便便地跟他说一句 你再不还我钱我告诉你妈 我就是随随便便说这么一句话 就很容易这个钱就来了 那对于他而言 是不是还钱很容易 那么他还得很容易 我收得很开心 我为什么要停下来 据了解这是北京市首例被破获的 以高利贷为手段的敲诈勒索案 在我国的刑法中 现在还没有关于高利贷的罪名 但是在2002年发布的 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打击地下钱庄 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中 我们可以看到高利贷行为是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 2009年6月 广东东莞的郑先生向李某借款20万元 约定利率为每月15% 几个月后 郑先生尽利息就支付了15万元 后来就再也无力偿还 到2010年6月 郑先生欠李某的本息合计净达77万元 迟迟没有见到还款的李某 把郑先生告上了法庭 要求归还欠款 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的借款为高利贷借款 不受国家法律保护 判决郑先生只需偿还20万元借款本金 以及银行的贷款利息为准的利息 并对李某的高利贷借款行为予以警告 在上海的张先生借了10万元 半年后竟要偿还42万元 为了逃避讨债者 他丢了工作抛弃弃子 白天在大街小巷东躲西藏 晚上则在24小时营业的 肯德基麦当劳等快餐店里过夜 这种颠沛流离的日子足足过了五年 警方最终破获了这起案件 一个7人犯罪团伙 以非法经营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尽管我国现行刑法中 并没有高利贷的罪名 但是非法放高利贷 除了会像今天片子里的张淼一样 犯下敲诈勒索罪 因为实际情况的不同 还很可能伴随着非法经营罪 非法拘禁罪 绑架罪 故意伤害罪 故意杀人罪等等 只要是伴随着这高利贷的这种 它一定后面是有非法手段 否则的话这高利贷是不能成立的 谁愿意付出特别利滚利益 家破人亡的债是不可能的事 上面这个故事里的两个年轻人 一个因为欠了七万元 就背上了近千万元的外债 一个拿着人家的短 白想着一年三百多万的利润 这件事情看起来不可思议 可是却实实在在的发生着 最后的结果是 这两个年轻人的人生轨迹 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在经济生活中 遇到什么样的法律问题 都可以拨打免费律师服务热线 8839 3849 您将得到专业的法律帮助 欲望是他们将魔掌伸向了亲友 倾家荡产 精神崩溃 受害者痛苦欲生 我根本不想活 给我们家扫兔的精神损失太大 因为这一件事 我母亲去世的 母亲与儿子共同编制 弥天大谎 究竟异域何为 经济法演下期播出 谎言背后